这个煲仔饭大概要用半小时看热火 加多一碟菜就可以做一餐饭了 我上网看了很多食谱 结果选了这个跟足距离做 效果非常好 材料我用了2米 可以吃3至4个人 我用了半只鸡 大概400g 如果你不喜欢抖骨 你用鸡肉也可以 当然用鸡上腿就滑一点 干冬菇我用了5至6个 你先浸透它 鸡腸和鸳腸 食谱就叫你每样用一条 我家人比较喜欢吃鸡腸 所以我用了2条 做个豉油 我们是用了生抽、味淋和砂糖 如果你有时间 就将米用水浸半个小时 如果没有时间 直接煮也可以 然后就要腌一些鸡 我们用了生抽、老抽、蠔油和酒 每样都是半汤匙 麻油1茶匙 糖1茶匙 生粉半汤匙 和少少胡椒粉 下完腌料之后 我们搅匀 腌大约半个小时 浸透了的冬菇切粗条 浸泡完米之后 就隔了些水 我们就要开始煮了 下多少水呢? 就是8成的水 我们用了2匙米 其实就要用1匙半多少少的水 就放在炉上煮了 首先我们就开中火煮它2分钟 盖不盖盖都无所谓 接着就搅一搅它 让它不要黏底 然后就盖盖 收小火煮多它2分钟 2分钟之后 你会看到 表面刚才的水已经没了 已经吸入米里了 这个时候就加你的腊肠和滋肠 盖盖 继续用小火煮它3分钟 3分钟之后 你会看到腊肠和滋肠 就会开始胀胀 你就加上鸡 你会看到我好像有很多鸡 盖过了腊肠 因为我怕我家人大送 我后来又加多了一块鸡上尾 其实不用这么多都可以 接着就盖盖 用猛火煮它30秒 然后就收小火煮它10分钟 在它煮10分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豉油 那个豉油我们用了3个汤匙的生抽 2个汤匙的味淋 和2个茶匙的糖 我们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然后就用一个小火煮 那些豉油 那就是煮到一些糖溶 那你见到呢 这个豉油开始滚就可以了 那些饭煮完10分钟之后 就关火焗它8分钟 这样已经有些饭焦了 如果你喜欢饭焦再焦点 你再开小火煮它4-5分钟 你见到那晚呢 我们只是加多一碟青菜 那其实已经足够4-5个人吃了 那我就将鸡搅在一边 另外搅一些饭 那你也见到那些腊肠 真的很好吃啊 那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